不遠處炮火轟隆不斷 拍攝畫面的記者還得四處閃躲 盾內刺客前線激烈交火 俄軍以優勢火力密集轟炸 烏軍不甘示弱 發射車載火箭回敬 不讓俄軍跨越雷池一步 我只要工作 我只要保護 另一方面俄軍還是持續炮轟 扎波羅熱核電廠鄰近地區的城鎮 還說是烏克蘭所為 担心核災真的只有一步之遙 地方政府發放點片給民眾 已被不時之需 居民說早在3月的時候核電廠剛被佔領 他們就做好最壞打算 提前買好點片備用 幸好國際原子能總署也宣布 近日內派出的13名代表 就會進入核電廠檢視權力防止核災發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